9万有抓手,今年开始进行贴图工厅 不过时间过天,向向嘟到门村邦落来 因此附近住后的住户都连大受到影响 边上不离开,又出现太多状况 让其民都很害怕 怕在婚姻官建设处也来照开工厅睡眠会 不过占对工厅的公司 已经三个多月,没有提出安全禁定 现定其民是很激动 希望管政府可以替他们主持工作 保证时间过天的安全,让其民可以安心 万有抓牵,今年进行贴图工厅的时候 每趟往往倒下来 做新家都要寻笑到震动 让你近其民的房子都受到影响 有的闭嘴,有的破损,其民都先减减 每趟10月3号倒下来的时候 像大地人那样,用心的 我们是旁边经没有人受到我们 像这样,我们小经 所以倒心起来,我三老都受胜 传播受胜,每一老都抱 包括人家的房子都泪风 他打下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像地团 所以后来李明才发现到说 他们家里聚烈的那么厉害 所以就来投诉蔡蓬珍议员 然后开始就有一连串的这种投诉 还有请我们县政府出来处理这个事情 你李明大概有多少? 太多了 提供基民基盘工庭申议会 希望协调上方有关公共安全 以及欧洲保障问题 但是工庭公司提供到达 要买下第三方公政单位 建立安全安装 为此基民实际不慢 希望福林管制府可以付出资议 替基民发生保障安全 做民会也没有一个结果 那我们当初的诉求他们今天也没有做 所以我们今天再重申一遍 就是说我们的诉求是 那个台湾今年一定要要求 这个厂商一定要做一个安全的拆除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针对受灾户的这个住户的房屋 跟我们拆除的结构 还有邻近的这个影响范围 都要做出一个鉴定 然后才可以帮这些受灾户修复 然后再谈补偿的问题 但是除标是 虽然工庭公司还需要时间来改善 但是工庭会尽力激动达到 希望让达在基民地点范围的优惠修夷 再继续工庭的挑途作业 那个哲成认为说 这个安全鉴定的费用过高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当中我们一直在做积极的 这个协调的这个工作 那后续我们会再找一个时间 那个召开一个协调 或者针对这些受损户 请他们就这个 请哲成的公司 积极的做这些修复的这个工作 那等到那个修复工程完成的时候 我们才会那个允许 这个哲成跟震撼公司继续 就这个拆除 才会允许他们复工 工程公司 表示未来在西港做牙胸 他的铺蚂子 牙水 做好遗憨 不过其民希望 工程公司以及管政府 可以重视他们的基督安全 让他们演员在暗心度过的时间的日子 记者 郑怡婷 彩虹博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